11月1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云杰 作为2019当代杰出华人科学家讲座系列的嘉宾 在香港举行讲座 刘云杰称 未来网络应向智慧 柔性可定制发展 成为未来智慧社会的核心基础 像水 电 空气一样成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中国的5G发展目前处于世界领先位置 没有一个国家能制约中国5G的发展 刘云杰介绍道 目前互联网正从消费型互联网转向生产型互联网 未来网络的确定性 安全性更高 并将针对不同领域提供差异性的服务 在车联网 远端医疗 智能家居 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 星际通讯等应用领域 5G将发挥更大作用 全息全感应用是刘云杰特别提到的 他表示 5G技术将使人实现 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享受完全沉浸式 全息互动体验 这种体验在未来10年内有望成为现实 比方说 我不在香港 我现在在北京 可能我就一个虚拟的人 我站在这 给大家来讲 而且这个技术呢 全息的通讯 不久的将来就会变成现实 我就不一定费来费去 全感 这个通讯 这个通讯 清净式的通讯 也会发生 不久将来就发生 比如说 这个两个朋友在对话 对于5G在中国的发展 刘云杰称 目前中国的5G发展处在世界第一方队 键网速度和键网规模是世界领先的 尽管5G投资比4G大 但中国发展5G是义无反顾的 对于部分产品可能对中国实行封锁 刘云杰则称 内地的设备厂家有备用方案 任何国家想通过技术制约中国发展 都是不现实且不可能 这个我认为中国在5G方面 确实走的比较前面 对吧 我们还是处在一个 第一个放队里 对吧 我们有一些东西做的很比较好 现在我们拍照也发的比较即时 开通的也比较即时 就是5G在键网 键网的速度 和键网的规模 我认为肯定是全球领先的 任何一个国家想通过技术 把中国给制约没法发展 这个不现实 也不可能 在5G的未来发展方面 刘云杰表示 5G的应用应受到充分关注和重视 因把5G的潜能充分挖掘发挥出来 使其对实体经济的改造和提升 起到推动作用 并尽快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 使其与5G时代相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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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